母亲走的时候 我和妹妹都还很小 父亲一个人带着我们俩生活 有时候 姥姥也会偶尔过来看看我们 给我们做个饭 或者送点瓜果礼藻是什么的 大概是母亲去世的第五年吧 父亲在家里人的撮合下 又结婚了 继母来到我们家之后的两年 慢慢的 一切都发生了变化 母亲刚走的时候 父亲逢年过节 都会带着我们去姥姥家走动 该有的礼节一样不落下 甚至继母来到我们家之后 父亲也带着我们继续去 只是后来姥姥说不合适了 就不再让父亲去看望她 直到这一年姥姥生病 父亲去照顾了一段时间 出院后 姥姥跟她说 以后都不要再来了 其实当年父亲再婚 不单单是奶奶的意思 也有姥姥的意思在里面 姥姥说父亲是个大老粗 不会照顾孩子 再说 父亲还算是年轻 不应该这么将就着下去 就算再找一个 也算是正常 起初的几年 父亲从来不考虑这个问题 甚至每次姥姥说的时候 父亲都不往这方面想 农忙的时候 父亲还是会去姥姥家帮忙 干完活 再骑着自行车 从姥姥家回到我们家 往往都是一手扶着车把 一手拿着馒头 馒头里 是姥姥给她家的菜 一边骑着自行车 一边往家里走 我有两个姨父 他们跟我们家不怎么互动 尤其是在母亲走了之后 我们三家基本上不来往 姥姥可怜我和妹妹 也曾劝父亲再婚 只是父亲没有听 父亲出去打工 奶奶就会到我们家里来照顾 我和妹妹 有一次大伯家的女儿生病了 奶奶要去照顾 就没来得及给我们做饭 而那次也偏好 姥姥带着吃的来看我们 寒冬腊月 姥姥说我和妹妹两个人 就蜷缩在被窝里 冻得瑟瑟发抖 嘴唇是紫的 手是溃烂的 衣服是单薄的 床上是半个馒头 姥姥看着心疼 眼泪一直掉 那次姥姥给我们下了面条 磕了两个鸡蛋 在我们吃饭的过程 她还给我们洗了衣服 过年的时候 父亲又一次带着我们去了姥姥家 这一次姥姥什么也没说 只是给了我们很多压岁钱 比往年的多 我的两个姨 她们的日子过得很好 姥父很有本事 早早买了三轮车 她们每家都是开着车来姥姥家的 只有我们家 是一辆自行车 我坐后头 妹妹坐前面大杠上 父亲就这么带着我们来了 其实每年还有一个话题 就是埋怨 不管是舅舅还是老爷 都说我母亲不应该嫁到我们家 是因为跟着我父亲吃苦受累了 所以才走得早 如果是像我另外两个姨 嫁的男人都这么有本事 也不会受什么委屈 然而 每当舅舅和姨父们说 这样的事情 姥姥都不高兴 因为当年 在众多反对声音中 只有姥姥同意我母亲嫁过来 那个时候 我们家一穷二白 彩礼钱拿不出来 姥姥把彩礼钱降了又降 婚礼一切从简 为了就是让我父亲 能够把婚礼顺利办好 结婚后 姥姥也没少帮助我们家 尤其是在母亲怀孕后 姥姥养了鸡和鸭 下蛋之后 姥姥赶紧送到我们家 让母亲多吃点 那个时候 鸡蛋是个好东西 很多人拿着它卖钱 有时候 舅舅也说姥姥糊涂了 哪有拿自家的东西 给女婿嫁的 然而姥姥总是说 我们家困难 她能帮一点是一点吧 母亲坐月子的时候 姥姥来伺候了一个月 因为这件事 我的两个一亿件很大 还说他们坐月子 给姥姥钱 姥姥都没去 结果到了我们家 姥姥却主动来了 眼外之意 大概是让我父亲给拿钱吧 姥姥也听明白了 只是说就过来看看 也没干啥事 要什么钱 慢慢的 我们家也好过一点 我们也买了三轮车 拉庄稼 确实很顺利 姥姥家有什么农活 父亲从来都是第一个去干活的 都说准姑爷比老黄牛都能够干活 但是我父亲 哪怕有了我和妹妹之后 只要姥姥家有活 她都是第一个去的 只是啊 后来 母亲走了 走了之后 父亲还是和以前一样 常去姥姥家 直到后来 继母来到了我们家 本来父亲还是照常去姥姥家的 但是后来姥姥拒绝的次数多了 再加上父亲确实忙 慢慢的就去得少了 我们都是一个镇上的 感同一个急 所以也会碰面 有时候我带着妹妹去赶急 遇上姥姥 也会离很远 就给她打招呼 姥姥很激动 给我们买烧饼 给我们买水果吃 也会问我们过得怎么样 问我父亲忙不忙 常回家看看 我们不 问我和妹妹 跟谁生活在一起 现在想来 姥姥没有问继母任何事情 但每个事情都围绕着继母 在听到关于继母 对我们还不错的话之后 姥姥也就笑了笑 像是很放心的样子 往后 我们上了初中 高中 日子忙起来 一个月才回老家一次 一次也就是一天 根本就没时间去急镇 或是去姥姥家 慢慢的 我们都很少联系了 我考上大学那年 去了外地做暑假工 回到老家时 奶奶跟我说姥姥来过了 还说如果我回来了 让我过去一趟 这些年 父亲和继母都在外地 我们老家很少有人住 所以我也是借了邻居的自行车 去了姥姥家 我听了奶奶的话 买了鸡蛋 牛奶 面包 就这样 去了姥姥家 好多年没来过了 姥姥的家 还是和当年一样 只是啊 再次过来 只有我一个人 母亲也不在我身边 也不会跟我说 快喊姥姥 她最疼你了 姥姥看到我来了 也是很激动 一把拉着我的手 问长问短 还说我瘦了 黑了 是啊 在工地上搬砖 黑点很正常 吃过饭 姥姥去了李屋 出来的时候 给我拿了五百块钱 我连忙拒绝 说这个使不得 我已经出去打工了 兜里也有钱 然而姥姥说什么 都要把钱给我 你是你的 我是我的 姥姥说 你们任何一个考上大学的 我都给钱 你大一二一家有钱 我只给了他们家孩子 二百块钱 我给你五百 我乐意 说完 非要把钱塞给我快拿着 别让你就看到了 没办法 我只好接受 又说了两个小时的话 姥姥让我回家了 走的时候 她把鸡蛋留下了 牛奶和面包 让我带走 给你奶奶吃吧 我吃你大一二一 拿的就行 大学 一年回来一次 其他时间 我都在打工 或是兼职 老家回来的少 跟姥姥见面更少了 直到有一天 我看到舅舅发的朋友圈 才知道姥姥住院了 我赶紧给父亲打电话 问他要不要回去一趟 是我回去 还是他回去 进结果 父亲跟我说 他已经在回家的路上 父亲去了医院 医院里只有舅舅和老爷两个人 大姨父说 家里有事 来不了 二姨父说 工地上忙 离家远 转给舅舅一千块钱后 也不准备回来了 父亲让老爷回家了 他说已经请假了 他留下来照顾姥姥 姥姥是脑梗 头几天比较厉害 一直躺在床上不能动 吃喝拉撒都在床上进行 只是 每当换尿布湿的时候 舅舅就躲出去 他说闻不了这个胃 干呕 父亲让他去接点水 换尿布的事情 他自己来就好 姥姥说不了话 嘴干舌燥 但也吃不了什么 因为食物进不去嘴里 父亲用棉签沾了水 慢慢给他擦擦 然后就是守夜 舅舅是前半夜 父亲是后半夜 每到十一点多 舅舅把父亲喊醒 他们换班 父亲就搬个凳子 坐在病床前一直守着 第七天的时候 姥姥已经可以下地了 晚上的时候 父亲给他打来水 给姥姥擦擦脸 泡泡脚 给他洗点水果吃 已经一个周了 姥姥也稳定住了 舅舅说回家一趟 洗个澡 换身衣服再来 结果 舅舅回家之后 没有再来 守夜 就成了父亲一个人的事情 第十三天的时候 舅舅 大姨二姨 他们两家人都过来了 过来看看姥姥 还说替换一下 让父亲去休息 舅舅说 姥姥已经没事了 后天就可以出院 让父亲赶紧回去上班吧 毕竟出来半个月 工资也该扣得差不多 父亲不在乎工资 只是说等姥姥 什么时候出院 什么时候再走 舅舅看劝不动 就没再说话 他们一群人围绕着姥姥 有说有笑的 父亲就在楼道里 那个陪护床上睡觉了 下午的时候 他们都出去了 父亲还在睡觉 隐约中 父亲听到病友们谈话 他们都很羡慕 姥姥有那么多孩子 每个孩子都很孝顺 三个女婿都不简单 有孝心 也舍得花钱 大姨父二姨夫都里都有钱 来的时候买了很多东西 还说住院的钱 他们三个大姨父二姨夫 还有舅舅人凭他 不让老爷出一分钱 病友们都觉得 大姨父二姨夫出手都很大方 也有病友好奇 咋不见你三女儿啊 就来了个女婿 老三走了 走了几十年了 这话一出 病房里瞬间安静下来了 晚上吃饭的时候 病友们也不说什么了 大姨父给病友们分吃的时候 也没人再去接了 住院十五天 姥姥出院了 大姨父来的奥迪二姨夫握耳握 舅舅开的奥迪 三家 每人一辆车 停在了医院门口 舅舅看着父亲 招呼了一声 让父亲到家里做做 父亲摆摆手 说不去了 直接返程 舅舅象征性地挽留两句 没说别的 大概是半个月后吧 住院的费用报销下来了 再加上姥姥之前兜里也有钱 算下来 其实没花多少 那次父亲刚好有事回农村老家 顺便去看了姥姥 姥姥却拿了一笔钱给父亲 说是耽误他工作了 给父亲的补偿 父亲自然是不肯要的 还说照顾老人 都是应该的 没想到姥姥却说 你不应该照顾我 当然了 你照顾我了 咱俩算是两亲了 我替我闺女感到值 真值 姥姥说 以后就不要再来了 没啥意思 心里也不用觉得不好意思啥的 不用再来了 父亲还想说什么 却张不开口了